让中共去让CCP去说服欧洲盟友支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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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的这个架构 所以这个是普京去北京访问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大家可能没关注 我们这里要讲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特使 俄罗斯的问题特使叫这个李辉 李辉目前这个这已经大面积大范围的去约见各国驻华大使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服他们支持俄罗斯 对当然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到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小国家 不少的国家在支持他们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金庄金庄国这个上河组织的国家 然后包括一些非洲国家 还有这个欧亚的情报 从体制内的这个战友给我们传递的情报 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20 大家知道520很快的 然后新的政府团队要上任 然后目前这个习指示的这个中共要围绕台湾的这个520 要调动各部门各层级的力量 对台的国际环境 就对台湾的国际环境 经贸科技军事打压和破坏 就针对520的这次 然后对台对跟台湾交好的这些国家要分类施策 就是对跟台湾有帮交国的这些地方 要不同的类别 然后不同的对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打压报复和成绩 对这些有帮交国 然后各领事馆要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 灵活处置 尤其这里面提掉了对美国 要软硬兼施两手准备 对对美国软硬两手准备 用好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心态 刚才我提到其他了 有求于中共的这个心态 提前示意重手 破就是迫使美国履行承诺 我们所谓的履行承诺 是履行他们所谓的这个九二公司 什么一中一台等等的 就迫使他这个这个履行这个承诺 同时对岛内跟岛内的各派要拉打结合 就岛内你这这个台湾岛内也有各派 这个两党啊 还是认识多党 各个多个党派 这还有一些亲共的 或者是反共的 就是拉打结合 有些要拉 有些要打压 这叫拉打结合 同时呢 让支持民进党的 要付出代价 所以大家看到 就关于520这一块 中共已经是出 出台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就而且现在当下正在实施当中 大家就这个 宣传这一块的这个信息 传播这一块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他会不会放松啊 或者是会不会放款 不会 我给大家再带了一个信息 就是中共一直围绕着台湾的 这个台海和平与战争 做准备的这么一个策略 向各有关部门布置了 未来的三到六个月的演练内容 然后目前已经下达了这个 涉外动员的这个八个方面 大家记得我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说一下 八个方面是哪方面 第一个就是协同友好的国家支持能力 就是让支持中共的对台的这些国家 然后提高他们这个支持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分化打击欧美的能力 分化打击欧美能力 第三个是利用仇美国家 袭击干扰美国的能力 仇美国家 那就是首先中东嘛 包括这个南美的一些国家 第三个 北朝鲜 第五个是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 就宣传嘛 假消息 第六个是侦查情报打击能力 第七个是诱骗误导能力 这是中共的这个强项 最后一个是应对突发不可控的外部环境能力 应对突发不可控外部环境的能力 就这几个方面 这目前未来未来的三到六个月中共要不断的演练 不断的实施这方面的几个呢 实际上你看这些能力用在哪里 就是可能随时随地对台发动 嗯 是吧 你就知道习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放弃 而且是加紧不法 这个动用他的所谓的这个在各个俄乌或者中东的这些影响力 来建制台湾 这一刻都没有放松 另外第三个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 呃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北非洲有一个国有这个地区叫索马里兰 实际上他是应该是在这个跟索马里是原来索马里分开的 这么索马里兰 那目前他实际上在世界上他没有进入联合国的这么一个席位 但是背后呢有一些国家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英国 在背后有支持这个索马里兰这个国家 目前他给中共发了信息 说只要中共这个支持他的独立 索马里兰就会跟台湾断绝关系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就是这个 目前中共的海军现在加快在非洲和北印度洋 这个挺进 提高这个实现可持续战斗力的规划 然后大概需要六个月时间的这个预言 呃正这个目前已经通过了正式通过了规划 就是接下来他在非洲啊在这个在这个北印度洋 会有会有很多的一些行动 这他就是为了能在那个地方长期的存在 而且在这个地方能在非洲和北印度洋 能实现这种可战可持续的战斗力 那当然你在那个地方是威胁到威胁到这个美国 威胁到欧洲嘛 你的军事存在就是 比如说过去像这个吉普提 对比如说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这个港口等等的这些 他目前又要在非洲的西非 因为西非面临的是这个这个呃大西洋 所以这一块这个我相信欧洲跟美国都会关注这一些 所以我们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就是有关于中共的海军 在非洲和北印度洋的这个这么一个计划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目前中共还有一个计划 想要在非洲实现这个核技术的落地 那这个你核技术你可以用于民用也可以用于军事 核技术落地 他的那他的目的我们现在还不得好之 但是显然这个核技术带的带到非洲去 那对当地对整个欧洲 这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对另外一个就是呃 还有一个就是习现在要批施整个这个交通部 要组建一个这个呃大型的特殊运输船队 特殊运输船队那也可以我们也想象可以用于这个暂时的运输 对用于暂时的执行特殊行动呢 比如说你可能是运输装备也可以运输人了 所以目前来说他们已经把这个计划提倡日程 现在对这个整个船队的规模呃这个归属 还有并如何避免这个美欧的制裁这一块 正在做一些这个呃各层次的一个调研 一些些这个协调调研 然后相信未来调研结束以后就会去实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些新闻 可以结合起来看的时候 他在整个应对就或者说有有预料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有可能是在中国的本土 也可能是在外面在第三方就发生这种战争 他做一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当然也包括在台海这一块 比如说你封锁了以后被封锁了以后 他有些船队打像这种特殊船队 他可他不一定是挂着中国的国旗啊 不一定全属于中国 他可是用了其他的一些岛国啊 或者说这个欧洲的一些小小国家的名字 但是他可以帮中共去运输啊 运输物资啊 运输一些这个装备军事装备啊 运输粮食啊等等各方面 这种特殊船队打像这种特殊船队 这种特殊船队打像这种特殊船队 还有人audio程度 但是他除了 因为漏洋关人装比较